这个女子居然要花五十两买别人做的梦,这个人做的梦为啥这么值钱? 上集说到福音要出五十两买王婉的梦,王婉犹豫良久才答应。 你为何想知道我做的梦? 因为你说我是你妹妹,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何说我是你妹妹? 王婉你没,不知该怎么说。 你梦到什么,从头到尾讲一遍,你放心,我不会透露给任何人。 如果你说的详细,我还会多加十两。 有了这六十两银,你可以风风光光嫁人,不用背负奔逃的骂名。 也可以带着弟弟妹妹去县城,在那里买一个小宅子,做点小生意过活。 我说,我做的梦荒诞,希望你不要当真。 福音席儿宫听。 我经常做同一个梦,梦到你是我三妹妹,名字叫鸭鸭,长大后,大名就叫王淫。 你六岁时,爹考上秀才,咱们一家去了县城,之后爹又考上举人,任一线县令,后来,你。 你长大后一数了的,就知道萧承俊他爹,再后来,你嫁给萧承俊。 接着说。 你二十一岁那年忽然暴毙,身为辅政王的萧承俊,便让人将你棺木送回老家,还命咱们全家一同回乡。 在这灵鹫的大船,在江中遇到风暴。 趁着风暴,愤怒的父亲与母亲将灵鹫推进江中。 谁知,灵鹫一落水,一个浪头打来,将整个船掀翻。 他与弟弟妹妹大难不死,被渔民救上来,但父亲母亲却没能信念。 后来呢? 后来,我就醒了。 你没说实话,我只想听真的梦境,不是这些胡编乱造。 你,你怎么? 你没说我手腕上为何会有胎记,省略了我跟何人学的医术,还隐瞒太后明慧。 这些都是关键。 因为王婉的梦境正是书中剧情,几乎一模样。 王婉带住,她也不知道梦境中的三妹妹为何会医术。 不过是个梦,我就是好奇,没别的意思,你可以如实说。 梦里,你自小被,被一个道士养着,北。 北山有个道观,叫九阳观,你自小就在观里长大,五岁时被阿娘找回家。 你手腕痕迹是九岁时所留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梦里没有看到。 至于那个太后,她是姨母的女儿陈天天。 很好,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,你的梦境里,陈天天活到多少岁? 不太清楚,后来我与弟弟妹妹都生活在乡间,没有朝堂的消息。 好,给六十两,一文不少,你以后再做有意思的梦就去告诉我,我还会花钱买。 王婉接过银子,有点不敢置信,福音竟然真的花钱听她讲梦境。 难道她就不怕自己说谎骗她吗? 从王婉那里回来,福音直接跑去问梅亚。 娘,北山有道观吗? 道观,没听说呀,要不你去问问你爷爷,嗯,或者问问你陈爷爷也行。 福音点点头,又跑去问陈组长。 陈爷爷,北山以前有道观吗? 北山确实有个道观,但很早就被大火给烧了。 那个道观叫什么名字? 好像叫什么九阳观,我还是小时候听祖父说的。 他说北山九阳观的道祖可灵验了,家里老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,去烧炷香就好了。 哎,现在没几个人知道那道观了。 九阳观,果真有个九阳观。 族长爷爷,你知道那个道观在哪里吗? 不知道,不过北山有个九阳风,不知是不是在那里。 那九阳风在哪里呀? 九阳风啊,那可远了,离北山有好几里呢? 从族长家出来,福音在果林愣愣站了好久。 他有前世记忆也就算了,那王婉竟然也有。 关键是,他的记忆正是自己脑海画本里的故事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要想弄明白王婉的记忆与自己脑海画本有何联系,必须去一趟九阳风看看。 思量好,福音往家走去。 恭喜集成兵郎军高中府是第九名。 恭喜集成兵郎军高中府是第九名。 福音一愣,快步朝家跑去。 请问这里是集成兵郎军家吗? 是是,是集成兵家,我是他爹。 恭喜集大郎军,您儿子集成兵郎军喜得府是第九名。 同喜同喜,诸位辛苦了,快进来喝杯茶。 集大嫂也喜笑颜开,转身去造房烧茶。 真是可喜可贺啊,你家这是要出两个秀菜宫了呀。 哈哈,哪里哪里,还八字没一撇呢,等他院士过后才能知晓。 府市都已经第九名了,一个秀菜宫跑不了。 等院士一过,咱们还得来掏扰一杯酒水啊。 好说好说。 福音也挺高兴,成兵也很争气,第一次下场就考过县市与府市。 看样子,院士也没问题。 这其中,吴老先生功不可没。 福音,这次去乡市,你给吉安准备了什么药丸子,也给我夫君配置一份吧。 好。 现在都五月了,弟弟吉安已经在县衙报了名,马上准备去州府参加乡市。 几天后,福音与两个弟弟一同去府城。 一起陪同的,有吉星赵和吴老先生,还有李虚,还有魏战一家。 温叔有了身孕,所以没陪同。 十天后到达府城,用完饭,吉星赵出去买了米粮回来,打听了府城情况。 我在外面打听到,太守已经换人,连萧府也人去楼空,门头牌匾都换了。 哲冲府更是换了将领,主氏将领竟是数年不见的温府。 哦,他现在不叫温府,而叫周府,周大将军。 萧家在年前就搬走,回京城去了,包括萧莫与萧城眷兄弟也不在府城,至于他们去了哪里,就不得而知了。 这么说,自己终于与画本男女主分割开了,真是太好了。 那两坑货就让他们永永远远留在小周潮吧。 很快到了八月,吉安与李虚去参加相试,要连考三场,前后共九天。 三场考完,吉安与李虚也摇晃着身体出现。 姐,可吹死我了,这场竟被分到臭耗子里,若不是我集中生智, 将你给的药丸子塞进鼻孔,恐怕脚被熏死了。 两个鼻孔都塞了,那你是怎么喘气的? 呃,不行了,我感觉喘气多是臭味。 原来吉安硬是用嘴巴呼吸了一天一夜,若不是有福音给的药丸子,他就被臭味给熏病了。 一个月后,终于放榜了。 李虚与吉安都榜上有名,还都排在前二十名内。 自家儿子才十一岁,就考中举人,还排在前二十名之内,是不是说,儿子以后还能考中进士? 天啊,进士呢,那可是真正的文取星。